大家好,我是劳柯 大家好,我是小鲜 2019年,美国官方出来承让 他们拍到了三段UFO的视频 我现在先给你放这三段视频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的天天,我会发出一些 我们会在观点栏的方向 我们会发出一篇 我会发出一篇 他们是一段时间冲的 冲的地点 对 Controller 你注意到这篇地点 组的地点 有点 那我会发出一篇 他会发出一篇 有点 我会发出一篇 我会发出一篇 好,我会发出一篇 我的天天 我们先不管这三个视频,其实这三个视频这么看一看好像没有太多的爆点 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聊一聊关于这三个UFO视频背后的故事 还有隐藏在这三个视频背后的一些疑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其实是由一群德国的电影专业的学生 在2007年发布在一个叫做UFOCentrum的UFO迷爱好者网站上 发布的,发布者声唱他们是从美国的海军就是航空母舰上直接得到的视频 直接说他们是用什么渠道从哪个人手上就不得而知了 就是说不是官方 发布的这三个视频都不是官方发布的 但是官方站出来承认是他们拍的 而且是有这么一回事 居然没有追资或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们追没追 反正目前来看是没有追 一开始这个视频发布到晚上上映以后 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视频 说是电影专业的学生出来做的一些恶作剧 但是2019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就公开承认说 这个视频确实有这个事 确实也是我们拍的 我们确实遭遇到了UFO 但是他们没有用UFO这个词 用的是UAP 我们遭遇到了UAP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的10月份 在圣地亚哥西南方约100公里处 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那个时候正在那进行演习 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测试 当时他们打击区里面的 普林斯顿号导弹巡舰舰 新更换的一种雷达系统 从11月10号开始 普林斯顿号导弹巡舰舰的雷达技术员 在新的雷达系统上就发现 三克拉岛附近一直有一些不明的亮点 他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新的雷达系统的一些错误 调教需要调教一下 调教一下就好 于是他就和建议的首席雷达技术官凯文弹 一起对雷达系统进行了调整 效准之后他惊奇地发现 这些亮点越来越清晰了 经常出现吗 对在那11月10号那段时间经常出现 随后的三天时间里面 凯文弹和这位雷达技术官就在雷达的画面上 目睹了一部名飞行物 违背物理规律的飞行轨迹 有时候这些不明飞行物会像幽灵一样 突然出现在雷达屏幕上 有时候这些不明飞行物会突然从 枯空几万米的高空 用几秒钟的时间见到海平面 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停留在一个点 一直不动一直不动 很长很长时间 是多个亮点吗 多个 在这几天里面 舰上的那些工作人员 甚至可以用双头按眼镜 直接用肉眼确认那些亮点在那 可见他们连离的其实并不远 对 在11月14号上网 海军就决定派飞机调查多名飞行物 航空中队到格拉斯科恩中校驾驶特的 FA18大航空战斗机进行空中调查了 当他飞到指定空域后 飞机上的侦察系统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他可以用肉眼确认在海面上有一个扰动 波涛汹涌的扰动区域 科恩自己描述说 我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圆形的扰动区域 似乎有什么东西了 在海面之下 我以为是我们打击群里面的刘伊斯维尔号潜艇 紧接着呢 另一组FA18双座型战斗机也到达了该空域 领头的飞机的驾驶员叫做大卫弗莱沃 弗莱沃也看到了这个扰动的区域 弗莱沃自己描述 我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十字形扰动区域 像极了一架坠毁的科技 科技坠在那十字形的 于是弗莱沃决定近距离确认和观察这个扰动 他就命令他小队的两架FA18战斗机开始下降 下降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弗莱沃终于看清了引起扰动的东西 是一个白色胶南转的飞行器 从目视上看看 飞行器上没有任何标识 也没有任何动力源可以寻找 对他没有螺旋桨 也没有什么气候 这个他悬停在那吗 不他在那不停的 他的这个白色胶南转的飞行器下 在那不停做不规律的这样这样这样的活动 这样活动 对不规律的活动 弗莱沃也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活动 但是就会引起海面一个十字形的扰动 他说有风 对他会引起风 但是看不到他有什么喷气啊螺旋桨啊这样东西 弗莱沃就命令自己了解保持高度 自己降下去去确认这个白色胶南转的飞行器到底是什么 当他越来越接近这个白色胶南转飞行物的时候 就被白色胶南转飞行物也看到了他 可能是也发现他了 于是他就飞起来跟他做顺时针的环绕飞行 就是他是这样飞的然后胶南转飞 他是这样飞的慢慢的下降了 围着这个东西下降 然后再一定去这个胶南转的东西发现他了 他这样转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 就跟他保持一定距离 对到弗莱沃与这个白色胶南转飞行物只有几百米距离的时候 白色胶南转飞行物突然之间加速到超音速就消失在他们视野里面了 据弗莱沃自己描述他这个加速到超音速几乎等于是没有过程 就是啪一下就超音速就飞走了 随后海面就恢复了瓶颈 一切就像没有发现任何事情一样 几天又后另一架FA-18升空进行侦查 但这一次美国海军就给这架战斗机 加上了最先进的前世红外线摄像机 被称作阿特弗莉尔的吊餐 这架战斗机上操作吊餐的是一位名叫查德安德伍德的中尾 就专门有一个 对它是栓座的前面是负责飞行的 后面这个专门负责什么火控啊侦查啊 这个前世红外线摄像系统的就是由后面这个专门进行操纵的 在飞机飞离航空母舰之后 安德伍德就在他的雷达屏幕上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在他飞机的正前翻几手里处 也是在那个区域 也是在那个区域 目标飞行下极不稳定 就是飞行完全不像我们已知的这种飞行飞行器 它不会这样飞 它不稳定 就是这样 它很随意的 对 甚至呢 它的飞行轨迹完全违背了我们现在已知的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 安德伍德就设法用阿特弗里奥吊餐去捕捉目标 于是就用刚才看到的第一个视频了 视频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明飞行物是用红外线进行追踪的 随后安德伍德切换到了可见关模式 然后对物体进行了对焦 之后安德伍德又切换成红外线模式 然后对它进行了变焦操作 就是拉近一步看到屏幕切过去 那个就是它做的变焦操作 最后不明飞行物安安静静地从画面左侧飞离 由于目标太远 安德伍德和飞机架旋 其实没有用肉眼确认到不明飞行物 据普林斯顿导弹悬崖舰舰上的军官说 随后两天仍然能检测到不明飞行物在周围飞行 最后这些不明飞行物消失在了墨西哥瓜达卢沛岛附近 可疑的地方是在哪 就在当晚也就是11月14号当晚 有两名黑衣男子乘坐直升飞机到达了 米兹号航空母舰 以及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 把这件事情的所有有关资料全部删除了 黑衣男子FBI的 不知道 这两个黑衣男子据说就跟那个黑衣人一样 穿的是西装颗领戴着墨件 但是什么标识都没有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部门 国家的人 那它不能上见呢 它肯定是一个国家相关部门的 但是可能是一个国家甚至密集 高于CIO或者FBI这样的单位 据说这个视频 据说这件事情的视频其实有四段 另外两段时间更长 而且清晰度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高 单从这个视频来看它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它也没有做出什么奇特的飞行举动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疑点 其实现在是停留在谁 什么人为什么要删除 这么急着就删除这段视频 其实这样同样的一点 在第二段和第三段视频 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只是视频上也不可能反映出来 对吧 我们现在就来说 第二段和第三段视频 第二段和第三段视频 都拍摄于2015年 拍摄地是美国东南海岸 我们之后讲的所有东西 全都是来自于一些机组成员和飞行员的字数 都是真实的 都是在那个地方 之前让我们都经过 都是当时拍摄这个视频的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工作人员 和先半的飞行员 我们其实没有采访到 我们没有找到 当时直接拍摄这两段视频的飞行员的直接证词 但是周围的人是有的 2014年夏天 罗斯福号塔努战斗群在弗吉尼亚外进行训练 这次训练 同样也是为了测试新的雷达系统 但是这次训练是为了测试飞机的新的雷达系统 在一次例行的训练任务的时候 战斗机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这些不明飞行物和飞行员所看到的 所有的飞行器的行为轨迹都不一样 它们有超高的速度 还有超长的制空时间 据单身人说 最缠的一次制空时间 这种不明飞行物的制空时间 长达12小时 最初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就尝试去拦截这些不明飞行物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了 根据执行拦截任务的 丹尼奥库英中卫说 自己曾经多次尝试去拦截这种不明飞行物 战士战斗群 对 战士的同样是FA18大方法 甚至想用肉眼去确认这些不明飞行物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在罗斯福号训练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有数十名飞行员都目击到了UFO 甚至在一次飞行训练过程中 一个UFO从两架前后编队的FA18战斗机 中间穿了过去 单时战斗机相隔只有几十米 两个飞行员 看得很清楚 两架战斗机相隔几十米 两个飞行员在不明飞行物 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迅速拉开战斗机 勉强地避开了现状 他们战斗机这样前后飞行 飞行部就从中间飞过去了 两个战斗机这样拉开 勉强地避开了现状 其实单时已经非常危险了 对 他们看清楚了吗 他们没有看清楚 但是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据单时的飞行员说 这个不明飞行物是由一个 半透明的球体包裹着一个正翻体 组成道 移动非常迅速 到2015年初 罗斯科号的航母战斗群 到达了佛罗里达海岸 这两段视频其实就是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拍摄的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视频 他们都是浮温散战巴 有组合的上海 看来看 看天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们都交上去 我们的风 风是120段外bound 线 中原来他们的 政治队格 没什么 造型 你 这是飞行员说到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是在旋转的 第二个事情是 雷达侦测到的是一整队UFO 而不是一个UFO 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 他说了 哦,Fleet 对,Fleet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UFO在上边飞行 而且都是在逆风的方式 像西蟻每小时122节的速度在飞 他能把一个战斗群 他说是上面有一个群UFO 一群UFO能聚集成一个点 就像风群一样进行飞行 要么这个是雷达探索拓 要么这个东西真的能聚集成一个点 让我们雷达以为只有一个东西 第三个视频也是这个航空军队拍摄的 也同样是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里边 也同样是在Fleet 海岸线拍摄到的 这个视频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三个视频里面 感觉啊 最激动也最震撼的一个 我看你会在这边的视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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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视频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 第一个这个亮点其实温度很低 因为它是用红外线拍摄的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上 这个点是这个里面温度最低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视频上的信息算出 这个东西的高度大概在390到4000米左右 这个高度其实 就是它离海面的高度 其实这个高度和一般的探测气球 还有普通的一些小型飞机的高度是一样的 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好像在高速运行 可能是由于拍摄的飞机正在高速飞行 所以造成一种视察让我们觉得它高速飞行 其实整体来讲 这个视频并没有 就是从专业角度来分析 这个视频并没有什么值得很惊叹的东西 但是很奇怪一点 是两个飞行员的态度非常奇怪 你能听到它那种欢欣鼓舞的感觉 非常兴奋 对非常兴奋 好像抓住了什么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对吧 对于两个有丰富飞行经验 甚至是作战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 有这种形式 如果它只是个普通的东西 是很不自然的 对吧 但是真的要确定 他们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恐怕只有等这两个 等他们真正的站出来 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才能确定这些 这三个视频里面最精彩的 反而不是视频本身 而是视频背后的故事 当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 反而是视频背后 美国高层 甚至是美国海军高层的一些态度 对于这些东西 他们感觉他们非常熟悉 熟悉到那种 我完全不用理会你们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那种海军高层 对着熟悉的 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 单身的描述 飞行员把这个视频提交给 单身罗斯福号战斗群的司令的时候 司令仅仅看了五秒钟 以一种稀松平常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态度 就把飞行员打发了 这是一个 美国政府跟这种 单做什么都没发生的态度 为啥说这种态度非常习惯 因为你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有你不认识的东西 潜入了你的领空 你的战斗机捕捉到了他们 难道不应该是一件让你们军队觉得紧张的事情吗 你都不认识 他亲入你 他还入侵你俩 对吧 第二个是刚才讲到 这些不明飞行部甚至威胁到了正在训练的战斗机的安全 对吧 第三个是 这些飞行部往往伴随的是什么 是整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周边 他好像在窥视着航母战斗群你在干什么 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威胁到国家安全 但是美国战斗好像觉得没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这种感觉 对不对 这样推理下来的话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寻常 好像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对吧 甚至是2019年美国公开承认这些 我们遭遇的UFO这个事情上 他们都有意地在回避不明飞行物 UFO这样的词汇 取而代的就是UAP 不空中不明现象这样的词汇 似乎是有意避开让人们联想起这些东西是人造物 或者是外星人造物 他们有意避开这种东西 所以说这种态度才是最可疑的 我觉得要么美国战斗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对吧 知道这些东西对我的安全 对我们国家的安全 甚至对我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安全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那么我照着这个点往下下 第一 要么这东西就是美国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些飞行员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FM18航母战斗机上 看到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比这些战斗机变先进的 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的 是美国正在研制的一种高科技的飞行部 那只不过美国做的保密非常好 连他自己战斗机都不知道 也就是可能是 这是美国人故意犯出来在他航母战斗群进行测试 让航母战斗群去发现他们 看看有没有可能躲掉自己 自己跟自己做对比的一种测试 对吧 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 美国人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是谁的 不管他是外星人的或者是他的蒙班的 反正都不管 但是他们处于某种目的 要掩盖这些东西的行踪 或者说是要掩盖外星人的行踪 对吧 这样想起来才更合理 其实之前都有那种传闻 美国和外星人是有合作的 对 最近在FBI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个关于罗斯优尔事件的手机 罗斯优尔事件你知道了吗 知道 知道 他公布了罗斯优尔的手机 现在可以直接去查 直接上到他的网站上去查 有没有人解读 央视都已经报了 就解读他的内容 不 他报的可能只是边角一部分 就对整个罗斯优尔事件没有太大的推进作用 所以即使查到其实没有太大 他披露了什么信息呢 其实就是整个事件 没有披露说他们到底找到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在哪 但他这个报告里面披露了两个点 第一点 他披露了他们找的东西不是探测气球 他们找到的东西确实是一个跌撞的飞行物 里面确实有一些尸体 至于是什么尸体在哪 现在在哪 这个跌撞飞行物在哪 就没有了 就他以前是跌撞飞行物 对已经承认了 其实根据相关人员说 像尼米兹号航空舰战斗群 罗斯伏号航空舰战斗群 遭遇的这种UFO目击事件 遭遇事件 就是在整个美国空军和海军的UFO遭遇事件中 司空见惯 就是两个小时 所以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美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在我们现在在聊这个事情 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很多的资料也在网上逐渐公开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FBI关于罗斯优尔事件的报告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了解这个事件 或者去对UFO事情感兴趣呢 可以去搜一搜 特别搜一搜 关于这三件事情的亲历者的一些视频 讲述的一些记录 亲历者都出来讲述了吗 对 第一个时间有亲历者 第二个是第二三个视频里面 没有那两个飞行员 没有飞行员出来的 但是他周边的人 包括航空母舰上的一些作业人员是有的 还有些文字资料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今天的判断已经在下面先讲过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 拜拜 拜拜